那么函数的声明 什么叫函数的声明 那么前面这些案例当中呢 我们是把被调函数写在了主调函数的前面 那么其实呢 这不是必须的 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前面一直写函数写到这 写这个主函数的前面 是吧 嗯 说这个 我们变一个模索 我说把这个写到这 首先我们不得剪切掉 这掉了一下 说这个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函数吗 F这个函数没有啊 是吧 嗯 我写到后边来 come on b 他依然找不着 他依然找不着 看一下啊 说前面有一个函数 冲突 冲突的F 这个倒没有关系啊 就说 呃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前面加一个Y的 然后这个F 我们再command b 说现在好使了 什么意思呢 放到前边就能找到 放到后边找不着 然后前边如果加一个 跟他长得有点像 这么个东西 然后就又好使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函数的生命 好看一下啊 嗯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背调函数 写在了主调函数的前面 其实呢 这不是必须的 那么如果背调函数 写在了主调函数后面 没有声明这个函数 那么编译器呢 会对这个函数原型进行一个假设 那么假设可能是错误的 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呢 我们需要声明这个函数 函数的声明指的是什么 在主调函数的前面 给出函数的一个声明 嗯 声明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说 我要做一件事情 说我明天要早起 我要早睡早起 这个到底你做没做呀 这个声明和实现是这样的 我声明我就是说出来 但是呢 我也不一定我去做 嗯 那么而这个函数的实现呢 就是说 嗯 我这这个地方呢 已经把它实现了 就好比是这样 我们举个不恰难的例子 就是 这个有的员工啊 他就特别踏实 他即使呢 这个特别勤奋的干工作 然后他也不顺张 他也不说 嗯 那么有的那个员工 他就可能是怎么样 比较高调 比较这个 他即使没做 他也先说 我帮某某某 做什么什么事情 嗯 尤其是啊 我们说 美国的 这个美国 说说这个 有时候我们说 搞管理啊 说 现在中国的管理 要学习西方的管理文化 是吧 嗯 说把西方的整个那套流程 都拿到国内来 发现不好使 说 中国人是最聪明的 你根本就 西方那套规则不好使 说全世界啊 说美国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 说 说中国人是最聪明的 举个例子啊 说是那个领导 说是 嗯 下指令啊 说这有个部队上边啊 嗯 这个将军说了 骑步走 然后呢 三十米开半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宣扬 然后就是骑步走 那到三十米 这个地方 怎么办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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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江就没喊停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要走呀 嗯 那日本人直接就怎么样 直接就没停 也没问 直接就跳下去了 嗯 是吧 为天皇效忠 是吧 他就牺牲了 是吧 那么美国人 他话多呀 美国人就 要问 是吧 这个尤其黑人 是吧 说 他就奇怪了 怎么还不还停呢 是吧 那他就问了 我是走呀 还是停下来呢 那这个 肯定是我没喊停 你得走呀 是吧 嗯 怎么样了 埃德顿骂 然后跳下去了 中国人怎么样 中国人相当的聪明 你猜中国人 小若你是 你是 你怎么办了 这件事情 停悬崖边 哈哈 那违反指令了 你这个 违反命令了 我没喊停呀 停悬崖边 是吧 我就原地 踏步走 哈哈 我原地踏步走 我 第一个 我没问你 是吧 嗯 第二个 我没违反你的指令 我也没停 哎呀 我也没停下来 这个说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声明 就是在这我要这个就叫什么呀 声明 我先说我要做这件事情 具体怎么做我先不说 比如说这个声明好像是说我要是什么 我要这个 早期 就是说我要声明 但是我不一定要实现的 哎 我先声明 我说要做事情 一二三 我先声明上 嗯 然后呢 这个主函数一看前边有声明 他就能调用 哦 知道吧 嗯 一看你说了 那我就认真了 你说要早起 那 那我明天早晨五点四十 就去叫你了 是吧 反正你还没有早起 太早了 是吧 那么后边我们再看一下 你有光有声明行不行了 这个就是函数的实现 他说明天要早起 我光有这个声明 看把他RM再调动的时候 看他会怎么样 这个呢 直接又报错了 看到吗 这个对方就会编译错误 就是这个-F怎么怎么样 这个说 你光说不做不行 你光在这声明了啊 声明了这个函数了 说明天要早起 那编译器就容易早起了 看是到底早起了没有 一看没有早起 那就报错了 懂我说这意思吧 嗯 就是现在前边先把它定义好 然后后边的具体 在哪实现都行 懂这意思吧 嗯 甚至我可以这样 我说 我这让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点H这样一个偷文件 我先声明一大堆 说就是heider 就叫heider 偷文件 说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sorry啊 这个说VideF1 假设F1就是 我要什么样 我要这个 这个锻炼 断链 那么Y的这个F2 那就是我要什么早起 是吧 嗯 我要早起 OK 这个不错啊 既断链又早起 真挺好 我这个偷文件 给它Clue的 包含进来 进号Include 然后就是heider 哎 包含进了之后呢 那么下边呢 我就可以这张实现的 是这个啊 说这个VideF1 说这个PrintF 这张是什么呀 我要 早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函数 是什么呀 这个F2 说我要锻炼 看看行不行 我们来调用它 说F1 对吧 这个F2 OK COMEONE R运行 哎 这个好像也好使 是吧 我要早起 我要锻炼 这个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我不光可以 怎么样 就是说 我这个定义 声明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港N 对吧 港N R 我要早起 我要锻炼 哎 我把这个 刚才导致这个投文件 给它阻止掉 还好使吗 不好使 找不着了 报错了 看到没有 OK 函数的声明 知道什么意思 没有 嗯 知道 咋合这样 这个函数的声明 就是在 我们这个调用函数 之前必须要声明它 是吧 你那个实现呢 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来实现 函数的声明 刚才声明的实例 刚才已经说了 参数传递 其实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函数的分为 行餐和食餐 那么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参数叫行餐 形式上的嘛 嗯 那么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递的参数呢 叫实际参数 所以原来边的参数值呢 是这个直传递的 那么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实际参数是 复制一份 给行餐 刚才我们这个 已经举了这个例子了 是吧 嗯 我不说了啊 呃 参数传递的一个实例 下边再看一下 这个retin语句 嗯 retin是什么意思呢 返回 是吧 刚才我们讲到了 函数的调用了 是吧 嗯 那么这个reti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返回到这个 函数调用 那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 说要返回到 函数调用 那个地方 第一个是 有返回之的函数 必须有 retin语句 返回 调用retin语句呢 函数将退出 并返回到 函数调用的这个地方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使用retin的推出循环 那么返回的规定啊 返回之的规定 是函数不能返回一个数组 如果忽略了返回之 就说你既没写voyant 也没写其他的 假定就是int类型的 嗯 voyant表示是怎么样的 没有返回之 嗯 这个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我们去看看 那像就是您老写那个 什么retin0 它就是退出循环的吗 retin0是这个 这个地方代表是我们退出主函数 这个0呢 代表是正常退出 比如说给它负1呢 这个系统接着的一个负1 就认为我这个 程序报错了 异常退出 0代表的是 没有任何错误的一个退出 嗯 刚才我们讲到哪了 retin是吧 来看看这个retin 讲retin了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几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 有这么几个函数 我们来看看 Void ff1 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先不写这个函数声明了 就是print 这个比如说是ff1 点点点 然后呢 说void ff2 ff2调用ff1 说这个void ff3 又调用什么呀 ff2 这个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我想这个 调用一下谁呀 ff3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大懒知晓懒 有没有这句话 没听说过这个是吧 是方言是吧 就是 就是在家里边啊 说 然后呢 我爸爸跟我说一句话 说是 去给我弄点洗脚水 我不愿意去 我就跟我姐姐说了 我说 说姐赶快去弄点洗脚水 我姐姐不愿意去 我姐姐说 哥你去给爸弄点洗脚水 懂这个什么意思吗 就说 现在是什么呀 f3是不是调用了f2呀 f2调用了f1 是吧 这个说 哥去 打 洗脚水 这叫做大懒知晓懒 一只一瞪眼 什么意思呢 我让你去 你不去 然后呢 你又让他去 然后呢 他又让他去 最后转了一圈 是吧 还是爸爸自己去 那么这个 我们为了验证这个寒书的调用呢 我们给他添加一个断点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看 看好了 寒书是不是运行在这个地方 说命主寒书进来调用f3 然后呢 我就往前走 这个f3又调谁了 是不是他立刻跳到f3啊 f3又找f2 f2又找f1 看一下f1你说返回在哪 f1 看啊 谁调用我 我就返回到谁 看一下啊 f1走完了到f2 f2走完了到f3 然后呢 f3再到命主寒书 这个写一下流程啊 是这样的 说 第一个是这个 爸爸说打戏浇水 去找谁啊 然后说这个我 然后呢 我不想打找谁啊 找是姐姐 然后姐姐也不想给打 然后找谁啊 找哥哥 哥哥最后怎么样了 打洗脚水过来 说打好洗脚水了 过来给谁啊 这给姐姐 姐姐得给我 我说爸给你洗脚水 哎 觉得还挺好 是吧 这个爸因为我给打的 其实是哥哥给打的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调用是怎么回事呢 返回给被调用函数 就这个啊 是这样的 这个返回给 返回给被调 被调用函数 这个我们要理解一下 那么这个先生的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命主函数调用了f3 是吧 嗯 f3调用f2 f2调用f1 那现在f1执行完了之后 返回 谁调了f1啊 f2 f2 那我就f1返回给谁啊 返回给f2 f2又返回给f3 f3返回给命主函数 懂这意思吧 return 是这个 其实我们这点没写return 你写return 那默认的情况下 这就是return的 因为怎么样 我们没有返回值 在默认就是return 就是没有返回值的时候 函数里边的语句运行结束了 就return了 嗯 懂这意思吧 嗯 嗯 return语句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其他的几个 说我这有一个 嗯 这有一个函数 Y的f X吧 说 缝轻环 英特类型的i 从1开始 i小一等于10 说这个i 加价 如果 i大于等于5 这这我就这么 return了 然后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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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print 然后输出这个 嗯 i等于百分之二 d 后面是-n 这个i ok 我们调用一下 它看它怎么走呢 看怎么走呢 fx 直接调用了 那么打出了一二三次 第一次过来之后怎么样了 说是这个条件不成立 它不走这 是吧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到等于5的时候怎么样 直接return return就返回了点了 一见到return立刻返回 看到了吗 这个return好像是发出了一个怎么样 发出一个命令 发出这个命令 赶快给我滚回来 是吧 赶快给我滚回来 别正在待着 那么这个是return 为return 那这个指令代表的是返回 返回到被调这个地方 就好像是我们说出兵打仗一样 是吧 说是古代这个出兵打仗 去什么什么的 去边疆 是吧 岳飞是吧 经常会这样 是吧 岳飞去这个边疆打仗了 说是这个 有情况是要害他 是吧 说打了一半了 怎么样 眼看就是边疆要攻下来了 情况是说 赶快给我滚回来 他一发有return指令 返回到被调这个地方 在return进去 我们这个return 是不是还可以退出循环 在这return的 这个外循环都退出了 这是排数不能返回数组 可以忽略这个返回值 return的一个实例 下边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概念叫地规 这个地规我们学过没有 我们学过数学里边有个概念叫结成有没有 结成 5的结成 什么意思 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知道这个吧 知道 还有结成 我们说这个可能知道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结成是什么意思 说现在呢 我要求一个是这个 5的结成吧 一般是5太号是吧 是这样是吧 嗯 那就是5乘以 我们就说4的结成吧 这个4乘以3乘以2乘以1 这个怎么计算 这个怎么计算 那就4轻环嘛 是吧 Int类型的一个i 然后乘以开始i 小A等于4这个i 加价 然后呢 我定义一个Int类型的一个result 嗯 然后这个result 就是乘 等于什么result 乘以几样 乘以i 那么 result 一开始等于1 那么你算一下 小说你先口算一下这个 这个里边result等于几样 嗯 24 30是24是吧 24的啊 24 看我这个算了 是不是24 嗯 对 24是吧 那我说了5的结成 你算多少 24再乘5是吧 120是吧 对对对 我说8的结成 你算不 我很快就算出来 而你就算不出来了 是吧 他说10的结成 那就挺大的 是吧 哎 这个 这个有没有更简便的一个办法 可以实现这个结成呢 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的 这个结成 我们再说 说到结成了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些规律 就是 呃 我们先说结成 先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地归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讲的 还是调用了 有没有 嗯 那我们能不能有的时候说 自己调用自己呢 这个函数是自己调用自己 可以吧 可以自己调用自己 是吧 那我给你写一个函数啊 说 嗯 我就写个函数 自己调用自己 VoidF 是吧 啊 F 随便写一个 叫loop loopF 说自己调自己 我这里边打印出一句话 然后说这个 嗯 循环吧 嗯 然后说自己调 那就是loopF 这是自己调自己吧 看行不行啊 自己调自己会怎么样 是吧 会把自己累死的 那么现在我在这儿调用loop 哇 你会看到怎么样啊 你会看到一个结果怎么样啊 程序是不是一直在循环啊 对 哇 这个程序 哇 他就在这儿不停地 滑滑滑滑滑滑 你会看到怎么样呢 循环 一直循环 自己调自己 嗯 把自己累死了是吧 嗯 这个太累了 自己调用自己 然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魅主好像是掉 立刻跑到这儿了是吧 嗯 这是一打印出出 这句话 刚打印完了又调自己 又跑这儿了 嗯 又调 然后打印完了接着又调 相当于自己跟自己够不去 是吧 一直怎么样 调用自己画画画 那么其实呢 有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这个好还是不好呢 就是说自己调用自己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我们跟他加一个条件 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边外部给他定义一个叫 Count等于这个1 在这儿呢 说 嗯 如果 嗯 Count 加加是小于5的 或者一直自己调自己 所以加一个条件限制可能会好一些 我们试一下啊 循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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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发现走了5次怎么样了 停下来了 嗯 哎这个其实还是有办法的是吧 第一个就是自己调用自己 第二个呢 如果加一定的条件限制是可以怎么样了 就是让他停下来的是吧 对 这就叫递规 这递规 递规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呀 自己调用自己 嗯 第二个要有一个程序的结束条件 嗯 程序的结束条件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说是 嗯 我们看刚才那个结成说是 硬特类型的一个fx吧 就等于 说你要你要算几个结成呢 这个x的结成 那么在这说 嗯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x如果是这个 等于1的 就这个 return 一个1 else 我们return 的是就是这个什么 嗯 x乘以这个fx x-1 x-1 我们看大概是这样的呀 嗯 我们试试 刚才说4的结成是多少了 嗯 int类型的result 那就是这个里边有没有自己调自己啊 有的 这个地方就是自己调自己了 是吧 嗯 那么这个就算结束条件 那么 x-1嘛 嗯 x-1 那么 比如说我们给他5啊 第一次他怎么执行呢 x肯定不等1 他就走这儿 是意思吧 嗯 就相当于5乘以 发现1乘 乘 乘又要掉 又 4 是不是 参数传过了一个4呀 嗯 4还不等于1 就是相当于 累加这儿了 第一次就是到这儿了 就是5乘 1乘呢 他又要掉 掉返回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 x因为减1了 他乘几了 乘4 那么下次再掉 剩3了 那么3发现还是怎么样了 不等于1 再掉2 那么等于1的时候就返回1 返回1的时候 这这儿程序就返回结束了 嗯 这就叫什么呀 低规 懂这意思吧 嗯 那么低规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呀 自己调自己 对 自己调自己啊 这个低规其实啊 要谨慎的来使用的 尤其是我们低规 比如说你给他一个 说求一个100的阶层 你算一下 嗯 那就很可怕了是吧 所以说一般的我们在这个 就是安全级别比较高的这个里边 嗯 我们都不用低规 他很不停的这个 我们有这个站啊 经常会出现这个站溢出 因为他不停往站里边累架 嗯 懂这个意思吧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100的阶层 我们去看看 那他就返回0了 看到了没有啊 就是说给他一个20的阶层都非常大了 看到吗 他就返回一个负数了 谁说这个10的阶层 那他算一下 可能还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要胜用 不一定就是 第一是性能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好 嗯 这一节课呢 大概就讲了有关函数啊 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啊 我们都讲了哪些内容 首先一开始我们讲了这个 什么是函数是吧 嗯 这个小说很迷茫 说是数学里边有函数 我们计算机里边也有函数是吧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嗯 那么说这个计算机里边的函数啊 通过讲了之后 好像和数学里面的函数是完全两回事 是吧 完全比啊 那么后边还讲了函数怎么样去定义 怎么样去调用 是吧 嗯 还讲这个函数怎么返回值呀 函数名称呀 参数列表呀 函数体呀 written 返回是吧 嗯 形式参数 实际参数 那么后边我们还讲到有个这个参数传递 嗯 是一个city边的函数传递是什么呀 是一个拷贝 那么后边还讲到有关这个地规 嗯 是吧 ok 函数的调用等等这些内容 好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嗯 好 那我们这节课今天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节课不见不散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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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